虽然冬季总是冰天雪地 傲雪凌霜 但依然挡不住人们对冬季的热爱 为了近距离感受冬季的魅力 有人记录着滴水成冰的神奇时刻 有人记录着天然冰镇矿泉水的诞生 有人享受着天然滑雪场的乐趣 也有人与大地难舍难分 迪少年怎么不走呢 甚至有人选择用拍婚纱照的方式 在零下十七度的大雪地里拍婚纱照 是什么感觉呢 好爽啊 老舒服了我跟你说 魅力动人的 如此幸福 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就为了等会人家等了一个多礼拜呀 东西更有纪念意义呀 这不总是东北的客厂 幸福之所以珍贵 也许正是因为它来之不易吧 近距离感受冬季的魅力 这对妇女选用踢雪球的方式 哇 大雪球位 吃我一脚 料你踢不倒我 宝宝 爸爸来帮你 孩子他爹 有你这么帮倒忙的吗 与冬天的距离 下面这个姑娘好像更近一点 家 我来了 带我一步 两步 慢慢的靠近你 辛苦大半天 一划回到原点啊 再来一次 我一定能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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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不过三 胜败再死一局了 好吧 我放弃了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离家万里 而是家门尽在咫尺 我却尊步难行啊 尬舞作为街舞文化中的一种形式 它能用最短的时间 拉近舞者之间的距离 这是一个热衷于用尬舞与人交流的吉祥物 尬舞 我称天下第二 没人敢称天下第一 随便挑个人比一下吧 来啊 兄弟 尬舞啊 不敢吧 松了吧 让开 哥哥给你展示展示 什么叫舞蹈 哇 哇 哇 嘿嘿 小便 保安不发威 你当我是个摆设呀 哎 这尬不尬的真是尴尬死我了 看了这么多的拉近距离 但我们最想拉近的 还是和观众朋友们的距离 啊 我都不想组织节目了 因为她在 长得太漂亮了 想离你们近一点 零距离倾听你们的心声 没有